债务纠纷谈判不成 竟然当街持刀砍人 基隆是有两名男子跟被害人之间 有三万元的债务纠纷 昨天晚间在庙口附近知名饼店谈判 而双方一言不合 其中一个人持着折叠刀 砍伤了对方的右手掌 三人沿街追逐 吓坏了附近的民众 警方获报火速载人 依伤害罪送犯 抽来抽往的街头 三名男子在路边 吵得不可开交叫嚣胡骂 其中一人还气得直接走上马路 穿梭在车流中 长到长面引发关注 全被捕捉下 不掉之后 其中一人仅当街持刀 砍人吓坏附近民众 冲突发生在 接龙市爱二路知名饼店附近 两名成姓男子和被害人 有三万元债务纠纷 双方相约九号晚间谈判 期间一言不合发生口角 不掉其中一名成姓男子 拿出预藏的折叠刀攻击 被害人伸手阻挡遭砍上右手掌 右手掌有三公分刀伤 先将其送医救治 警方于一个小时内 火速将犯嫌弃弃母刀案 训辟后以伤害罪移送法判 债务谈判竟演变成惊悚砍人案 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获报火速 逮人将嫌犯依伤害罪送办 为一时冲动的行为负起责任 解采志恒记文报导